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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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方健宜 現在是進行一個 你問我答的環節 方健宜 你以前做新聞主播 是長頭髮的 什麼時候開始剪短頭髮 入了ICAC之後 那你喜歡自己短頭髮還是長頭髮呢? 最短頭髮,因為洗完頭可以快點乾 你是否一個貪美的人? 都算是的 平日不用開工的方建議,最喜歡做什麼打扮? 牛忌粒忌 你是一個人,第一眼會留意對方哪一拍? 他的髮型 你認為一個漂亮的人要有什麼條件呢? 要有自信,好像我這樣 你覺得自己最大的優點和缺點是什麼呢? 最大的優點都是指信 最大的缺點就是要求過高 現在的方建議,反反都OK 其實如果讓你選擇,你希望自己最唯一的專長是什麼? 都是喜歡做記者 為什麼呢? 因為記者可以看到不同的事物 也認識到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接下來8月4日就會上映《道火新聞線》 如果將來有機會,你可以做女主角 你想做什麼角色? 做一個有智慧的奸人 好,顏色 世界上有很多顏色 讓你選一種形容你將來的方建議 你會選什麼顏色? 我喜歡橙色 因為橙色很陽光 很有活力,也很有朝氣 好,多謝你,方建議接受我們 你問我答的環節 多謝你 大家記住留意未來一輯的《生活自立》 多謝支持後會有期 拜拜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我們 還有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次見